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月13号,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 我现在的所在位置是北京市石井山区 八角南路这儿啊,这个建筑呢就是石井山图书馆 然后大家看啊,北京今天又开始下雪了 然后你看远处那个地面上面啊,已经下了白白的一层了 上次的雪还没有完全化完,这又迎来了一场雪 但是这个雪具体能不能下大还不知道啊 反正这会儿,这个雪是从9点十几分开始飘的雪花 这会儿呢是比9点半那会儿下的要大了 但是这个雪有点一边下一边化的意思 就好多地方都看不到 只有那个远处看不经常走人的那个地儿啊 能看到白白的一层了 说实话上次的那个北京下雪下的还天津曝 爆的是有大到爆雪,但是没有大到爆雪的级别 但这次这个雪不知道能下多大 如果下大了的话,又可以看北京的雪景了啊 有很多朋友问我呢,说哎呀,娜娜 那个就是上次下雪的时候,12月13号那场 然后很多朋友就问我,娜娜能去北京看雪景? 这雪多少天能化呀,你看吗?这个房顶上已经没雪了 但是绿化带上面上次下的那场雪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化完呢 这又来了一场,想来北京看雪景的朋友啊 可以提前做好准备了 但是这场雪具体能下多大不知道 千万别盲目的来啊,关注一下这个北京的天气 然后关注一下各大博主们 一下雪肯定都会发视频 然后真是下大了的话再来 如果就是一场小雪呢,您就白来一趟了 上次我就没有约上故宫的票 这次如果下大了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约上啊 很多朋友问我,现在去北京旅游冷不冷 说实话,现在这天不冷 今天的温度是零下四度 最高温度是有差不多也有个四五度吧 但是如果真是下大了的话 化雪的时候就该冷了 不是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吗 下雪不冷,化雪冷 就上次12月份的那场雪 下雪的时候真的一点都不冷 等到这个雪停了之后 就特别的冷 最低温度零下17度 最高温度也在零下八九度 这场雪我不知道能下多大 但是这会儿这个雪花是越飘越急了 下的有点越下越大的意思了 我现在是去古城市去医院 嗓子疼 孩子前两天感冒了 我也给招上了 这孩子一病大人就着急上火 我以为是甲流乙流的呢 结果全都查了 也不是阳了 也不是甲流 也不是乙流 就是一个普通感冒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严重 大家看这黑色的车上面 已经能看到白白的一层雪了 看看这边地面上也已经有白了的地方了 期待这场雪能下大一点吧 下大一点的话 能净化一下空气 能把空气里面的很多的病毒和杂质带走一部分 看地面上已经白白了 白白的一层了 想来北京看雪景的朋友可以做好准备了 看吧 看情况吧 你们一定要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啊 关注一下北京各大博主们发的视频 下大了再来 这会儿这个雪是越下越大了 我现在是骑着自行车呢 前面就是石景山区古城的一个步行街了 这边是古城公园 我觉得如果在石景山生活过的朋友 对这地应该不陌生吧 有的人可能对这边很熟悉 在这生活过的朋友应该很熟悉 看这门口 这雪 火 已经有一层雪了 期待它下大一点 然后带大家去故宫看雪景 如果实在是约不上故宫的话 可以登上景山公园 看一看整个故宫被雪覆盖的样子 也是非常壮观的 好了 这个视频呢 就跟你分享到这儿吧 下雪了 先提前给大家预报一下 然后如果下大了的话 我再给大家发视频啊 千万不要盲目的来啊 万一它下不大 那不就白来一趟了吗 我去梳个夜 嗓子实在疼啊 前两天喝水都疼 这今天说话不疼了 还是有效果的 我这还骑着自行车呢 我这车技也不行了 那好了 我不跟大家聊了 别一会儿再一喝寡蹭就麻烦了 谢谢大家